24小时内美国接连发生两起大型事故 据环球网原因纽约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6月24日凌晨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一栋12层住宅楼突然发生局部坍塌 导致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 至少99人下落不明 31岁的目击者巴尔伯亚 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巴尔伯亚说 事发时自己正在外遛狗 凌晨1点30分左右 他听到一声隆隆声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雷声 然后就感到地面在震动 此外据美联社报道 当地时间6月23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一条高速路上方的人行天桥垮塌 导致五人受伤 交通同色 多辆车被天桥压住 索性受伤的五人没有性命之忧 当地消防部门称 伤者多为未成年人 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3月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计划 准备投资于2万亿美元 用于修缮和新建 美国的基础设施 并唠掉重弹地称 在基建上要追赶中国 然而想要复制中国奇迹 并不是动动嘴巴和手指那么简单 常常高调喊口号 要和中国竞争的美国能做到吗 美国彭博社发表文章称 用公共支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是中国在至少过去十年里 取得成功的一个领域 而想要复制这一方法的美国 不应自负地从这一经验中学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